大家好,欢迎来到玉石坊 之前我们讲战马时为了连贯性 没专门拆开话题 跟大家分析分析 为什么骑兵能弹体战车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 因为骑兵更快嘛 但是早期的骑兵是没有配备高桥马鞍和双马凳的 人骑在上面很不稳当 它动起来是快 它摔下来更快 而且据考古发现 马凳的普及至少要到公元三至四十级 但早在公元前一十级汉凶之战时 战车已经基本派不上用场了 也就是说 在骑兵装备完善前的三四百年 战车就已经在被淘汰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得了解战车长什么样子 在河南安阳英序遗址 曾出土大量的战车以及兵器 从中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战车 两轮读员方形车语的结构 商代后期的战车 车轮轮进普遍约1.4米 车员长度超过3米 共披甲战士战略的平台 雨的近身和宽度也都超过了1米 这个大小的移动作战平台 一般能容纳三名驾驶 最多也不超过四个人 当时的战车大致可分为两类 如果是主将乘坐的指挥车 那么车的正中会安装一面战骨 主将站在当中负责击鼓指挥 遇者也就是驾驶员居左 车右或者叫荣右 拿着长兵器在右侧负责保护 这种兵器以毛为主 有时也会装载挤 疏 疏等 据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文物来看 战毛光是饼就长达6.3米 常规的疏 疏 疏也都超过3米 如果战车上没有主将 那通常就是车左 遇者 车右 仨人 就是一个驾驶员 俩战斗员成品资型排列 车左一般持弓箭负责远程攻击 车右还是持毛进行进战保护 他们都穿着皮质的甲轴配备盾 来提高防御力 千万而在当时可不多 所以能穿着甲轴踏上战车的披甲战士 那都不是一般人 其中还有士这一阶层的精英 这也是为啥周代君子六一里 得有舍域这两项 那是生存技能啊 不点会挂的 有了战车 接下来部族就可以跟上了 先秦时期的一个作战分队大约100人 车上甲是3人 车下部族72人 另有25人负责后勤自重 相当于不坦协同的古代版 这样一个战斗分队 是当时主流的基本作战单位 叫做一胜 而当时强国的准入门槛 叫千胜之国 也就是号称能拉出上千个这样的作战单位 除了人还得有马 早先商代的战车通常一车二马 这主要也是受造车工艺的限制 到了周代 随着工艺的发展 战车能驾驭马匹的数量也逐步增加 先是在车员的两侧 分别增加一匹碗马 改为四驱车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秦始皇陵出土的那两辆铜车马了 这样的战车普遍流行以后 也衍生出了一个成语 一言即出 司马难追 这样一算 先秦时期的强国 大概得趁十万军队和数千匹战马 在那个年代已经很有排面了 弄明白了古代战车的形态 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种看似完整的作战单位 是怎么被淘汰的呢 要回答这一个问题 我们得先看看 战车作战 它有哪些局限性 春秋战国时期 战车交锋 主要有两种方式 用三旅大夫屈原的话说 远距离 使交坠西 市争先 近距离 车错 古西 短兵阶 简单说 远了万箭齐发 进了直接出杀 但因为战车上 长兵技术是太长 如果距离太近 反而容易施展不开 所以远程的射数 就显得颇为重要 左传中就有记载 进楚争霸时 楚国战车上的车左 普遍能利用高超的箭术 左射马而右射人 挡住了进军的夹击 避免左右为难 等到一方的战车冲锋 撕开另一方阵线 后续步兵 就会紧随骑上 把优势扩大 车站失败的一方 由于没了战车的保护 仅靠剩下那些 装备简陋的不足 基本无力回天 这种看似很猛的 作战思路有一个前提 就是战车能跑起来 所以如果在地势 相对平缓的地带 战车冲击就会很顺畅 可如果地势发生了变化 那就玩犊子了 比如在兵书六滔中 太公就为武王 总结了战车的 死死之地 有匹下剑则 黑土粘质的泥泞地带 有沟渡深水的灵水地带 有道路溃陷的坍塌地带 有险阻难出的崎岖地带等等 遇到这些地方 战车最好绕着走 有时甚至把车拆了 都好过跟李友天一样狂飙 比如 左传中记载了 靖国与北敌交战的一次经历 当时 靖军行径 遇到地险不便车的情况 主将发现不妙 干脆毁车而行 命步兵结成方阵 最后打赢了 这个果断的主将 名叫魏淑 而由他创立的步兵方阵 也被称为魏淑方阵 由此可见 随着战国时期战争形势多变 在平原上大规模约驾阶段 曾经能发挥巨大作用的战车 现在越来越跟不上版本节奏了 反观战国晚期的战车 怎没有走上 研发 改良 生产这条路 毕竟成本太高 反倒是尚不成熟的骑兵 和大量集结步兵的步级配合 更省时省力 以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为例 史记中写得很清楚 秦军先是炸败引赵军来攻 随后骑兵二万五千人 决赵军后 又一军五千计决赵逼尖 逐渐把赵军带入自己的作战节奏 等到赵军粮食被断绝46天以后 将军赵阔出锐族自搏战 全城可都没提战车对决的事 到了楚汉争霸时期 战车的戏份就更少了 除了前期刘邦被项羽撵着跑的时候 真正的车神夏侯英 将刘邦的子女重新拉上战车 其余时间里 能长途奔袭或者突击作战的骑兵 反而戏份更多 这一点也与西汉初年的考古发掘相吻合 比如咸阳杨家湾和徐州狮子山出土的 西汉早骑兵马泳中 战车已不再大规模列装了 而只是作为指挥员的载具出现 造成西汉统治者进一步摆脱车阵思维的原因 可能来自他们北方的老对手 匈奴 我们之前讲过 从公元前200年 汉高祖刘邦身陷白灯之围开始 大量匈奴骑兵对战场切割包围的能力 就成了一种梦野 倒逼汉朝 一步步开展对马匹 兵员 武器 以及战术的革性 比如 刘邦在位时 就向百姓征收算赋 专款用于采购马匹 文帝时期 出台了鼓励民间养马的政策 每养一匹马 便可以免除三个人的摇印 景帝时期 西北有院三十六所 并配备官奴币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 并且 这些养马机构 还要负责训练这些马匹 到了武帝时期 政策更激进 都什么年代的 还玩传统战车啊 他下诏 从龙溪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招募梁家子 选入雨林或七门进行专门培养 这种特殊的选吊声 不仅引出了后来关西出将的传统 更直接的影响在于 为西汉捕权大规模列装骑兵 全面台换车技的倒数第二环 人才 之所以说是倒数第二 是因为如果仅凭好的马种 优秀的骑手 汉朝顶多部分复刻了匈奴的优势兵种 还不构成全面碾压 真正关键的最后一环 在于技术迁移 匈奴骑兵能顽客传统战车兵 和当年的储君击退进军的原因很相似 远程射击 虽然匈奴的骑射还很原始 但对付周转更费劲的步兵已经够用了 为了实现反朝 汉朝方面必须结合自身优势 让自家骑兵更胜一筹 那么汉朝的优势在哪呢 第一是近战兵器 长期以来为了给战车提供武器 中原文明对铜铁甚至钢等军属的运用 是玩爆匈奴人的 到了西汉 炒钢技术的出现 能让大量生铁变成低碳钢 锻造出锋利且不易折断的武器 最具代表性的 当属环柄长铁刀 这种武器以炒钢为原料 支持批量生产 在作战过程中可以单手持物 即便猛烈劈砍下也不会断 这让没法完全腾出双手的汉朝骑兵 有了可以进战的单手武器 第二是甲咒 中原文明长期以来对甲式的装备供给 让骑兵从单纯的骑手变成了能披甲冲锋的作战单位 要知道 汉代悬甲多由细小铁片兼细绳串接而成 军官铠甲则更完善 不仅护主胸辈还有专门的肩甲 以及铁片制成的头盔 护颈 铠甲内部还内衬一层皮甲 中间再隔一棉部 这样一来 凭匈奴人还没发展到破甲水平的弓箭 很难在一两次射击中对汉军骑兵造成有效杀伤 那如果不射人而射马呢 不好意思 汉军人有甲州 马也有马侃 虽然还没到后世聚装甲机内容水平 但对付匈奴人够用了 通过从战车时代迁移来的技术 加上同样优秀的马种骑手 汉朝起兵开始打出自己的作战节奏 两军交锋时 只要匈奴的远程杀伤能被甲州防处或者扛下来 等汉军一贴近 那没有什么是一剧还手刀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就两刀 与之相比 战车在进攻端的优势基本没了 反倒是在防御端的潜力被更多的发掘出来 比如 公元前119年 汉军长驱千里在墨北与匈奴主力决战 统帅卫卿发现 匈奴率先结证打算冲过来 立即下令 五缸车自还为营 用车辆围成援阵 将人马自重护于阵中 防止敌方骑兵冲击 随后 以意代劳的派出骑兵 跟匈奴的先头部队展开对攻 匈奴人本来好不容易逮着一次战车送上门 想捏个软柿子 没想到 汉军把软柿子变成了狼牙棒 只好灰溜溜的撤走 经此一役 虽然战车还能发挥作用 但主要都体现在防守上 至于长途高速的进攻 则完全变成了骑兵主导的样子 这何尝不是一种NTR呢 回顾战车从商代到西汉的变迁可以发现 早期的战车 适用于小国寡名时代的平原约战 双方用明马比拼的方式 一决刺凶 但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变迁 战争环境越发多样复杂 山川 草地 河谷 烈日雨雪沙城 曾经雄极意识的战车逐渐江河日下 虽然当时的骑兵还有各种不足 但它凭借更高的适应力 机动性和技术迁移后的发展潜力 成功替换了战车的大部分功能 与之相比 战车逐渐从多功能复合的战斗平台 转向工程 运输 防御 等各个细分的垂类 这一漫长的历史变迁向我们证明 在时代的挑战下 军事发明如果裹足不前 就注定会被淘汰 只有努力适应各种环境 才有可能驳出未来